这是一杯你即将结束享用的星巴克热饮 这是它的组成,包括残留的液体 在面临垃圾分类时 官方推荐的做法是将杯子清洗后 纸杯套和白塑料色杯盖归入可回收 再将其余部分交给不可回收箱 但通常难以实现 而考虑到这样的砌杯 每年全美有580亿个 相当于是一杯 4000多架波音747的重量 如何将错认的垃圾处理好 变得不可回避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研究了多伦多市生活垃圾处理流程 看看将这些杯子分别纳入这三种不同的归类后 会去向何方 迎来怎样的命运 想让自己的垃圾得到应有的归宿 首先得让它们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 以二区为例 垃圾车上门收取的日程表是这样 用街道与河流将此区域划分到不同的工作日 值得注意的是 即便是同一条街 两侧居民也有可能因为在不同区域被归入不同的日程 如果错过就至少要等一周 而摆放的不好则可能需要面对垃圾车的梦幻一致 如果你在401高速以南 你的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多半会被运到ingram中转站 等待被划铃为整到载重量为五六倍的转运拖车里 而有机物则会被运到北面的disco有机处理站 精力初选后 吸食到碎浆机 此时你的纸杯会因为无法溶解被筛板打捞 让真正的有机物得以顺利进入艳氧消化器 前后再分四步进行发酵 最终得到农业堆肥和用于发电的沼气 今天通过与能源公司Enbridge合作 多伦多的沼气已经可以通过移除二氧化碳 硅氧丸 氮气 氧气等杂质后二次提纯 得到使用于更高的再生天然气 用于公共交通和供暖系统 不但成功减少了相当于35000辆车的年均碳排量 更有望将天然气价格降至21加币每基加2 降幅超过20% 但相比于有机物处理站的能源再生 可回收厂看重的则是再生材料的本身 以Canada Fiber回收站为例 所有破代后的垃圾都要经历重重分离设备的考验 比如握流分选器 就会令金属经过电厂时所衍生的变焦磁场 与下方磁骨的磁场方向相反 从而产生洛伦资力分离出有色金属 而光选择依靠近红外光谱探测仪的高分辨率识别不同材料的波长 再结合气压影射器 不仅可以做到将你的纸杯轻松筛出 更可以精确地将不同品类的塑料分选 但在真正进入日常塑料制品的工艺之前 这些塑料仍然需要经过切割 清洗 融化 重塑 只是这样的颗粒形态 才算完成重生准备 话虽如此 加拿大回收的塑料实际之占使用量的9% 而向往海外的12%也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停收后 不得不与不可回收垃圾一并处理 这就必须提到距离市中心200多公里的Green Lane填埋场 为你的纸杯和多伦多全市垃圾提供终极解决方案 填埋场占地129.7公顷 相当于180个足球场 接纳了来自Ingram转运站9成的体量 但想管理好这么大一个填埋场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处理好每年50万吨清潮而下的垃圾 面对的不仅是有限的溶积 蚊虫 气味 以及时不时出现的鸟类 更有易燃物带来的火灾风险和酸爽醉人的肾氯液 当鱼血水与垃圾中的水分混合后 会为细菌和真菌的分解工作加速 同时降低环境含氧量和PH值 最终形成高金属高有机浓度的肾氯液 污染地下水以及周边水源 解决方法是这个 为填埋通铺设以1.5毫米HDPE膜为主的壳层 以及覆盖填埋场的深绿液收集系统 被收集的深绿液会沿着这些污水管道和压力干管 会流到这个位于东北角的处理站 最终被无害化 此外 低含氧量的地下发酵环境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艳氧消化器 所生成的沼气如果不及时处理 就如同在这成堆的垃圾中埋伏了一颗味道与威力都不可小觑的定时炸弹 这时可以通过这样的垂直管道将沼气抽取至这些均匀分布的收集井 并最终汇聚到这三个分分钟烧掉295立方米沼气的火炬站 等待被发光发热 是的 有些浪费 于是同有机物处理站一样 多伦多市镇试图与Enbridge再次合作 将填埋场的沼气也一并提纯利用 并希望在可预见的未来 在最大化垃圾分类的意义的同时 更能为家家户户带去这枚更实惠更纯净的蓝色火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